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經日談 我是韋庭 以色列17號確認 乙軍在加沙南部行動中 打死了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辛瓦爾有汗尤尼斯屠夫的稱號 今年8月接任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 他曾被乙軍關押23年 以方認為他策劃了去年10月7號 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行動 自加沙衝突爆發以來 辛瓦爾未在公開場和露面 也未留下任何線索 仿佛變成了幽靈 他這次是如何殞命的 拜登和內塔尼亞胡通電話 拜登表示希望內塔尼亞胡 儘快結束戰爭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 緊急召開會議 商討局勢發展 辛瓦爾身亡已軍達成 消滅哈馬斯的目標了嗎 哈馬斯會就此覆滅嗎 這一輪的巴以衝突會就此結束嗎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要請到寧夏大學 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院長 李少仙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以軍事後發放一段無人機的視頻 顯示一座建築物外牆被炸毀 內裡滿地瓦利一片凌亂 當中有一個人坐在沙發上 就是當時仍然活著的 哈馬斯領袖辛瓦爾 他向無人機投掷了一支棍棒 視頻就沒有之後的畫面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 辛瓦爾是在加沙地帶最南端的拉法 被以軍打死的 社交媒體流傳幾張疑似是 辛瓦爾被殺後的照片 屍體已半埋在瓦利堆中 以軍其後在晚間發表聲明 表示以軍和國家安全總局 自去年起在加沙地帶南部 發動了數十次行動 縮減了辛瓦爾的活動範圍 以色列指辛瓦爾要對去年10月7號 以色列遭襲擊事件負責 一直追捕他 直至最近幾星期 乙方根據情況 判定有哈馬斯高級成員 可能藏身加沙地帶南部 因此持續展開行動 終於在16號晚 以軍第828旅打死三名武裝人員 在經過屍體辨認後 可以確認辛瓦爾已被打死 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發表簡短視頻講話 宣布雖然辛瓦爾已經被打死 但戰爭還沒有結束 以色列將繼續行動 直到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員獲釋 他並表明辛瓦爾身亡 標誌著哈馬斯的衰落 哈馬斯日後不會再管制袈裟 但其武裝分子只要投降 釋放人質都會獲得一條生路 李先生您好 我們看到的打死辛瓦爾的行動 是發生在10月16號 當時以軍的士兵是發現 有數名武裝人員 進入了一棟建築物 隨後以軍士兵向這棟建築物開火 也沒說以軍這次行動 並非是針對辛瓦爾的 以軍這次打死辛瓦爾的行動 您都留意到了什麼樣的細節呢 對於以色列來講 他確實沒有想到 其實辛瓦爾被打死以後 很長時間 他並不是說在第一時間 就知道是辛瓦爾死了 是這樣 其實從事後 陸續透露出來的細節來看 他就是一次非常偶然的 這樣一次戰鬥 因為類似的戰鬥 在加海地帶 它是屢見不鮮的 就非常普遍 就是以色列的侵奴隊 在日常凶弱的過程中 遇到他們懷疑的三個武裝人員 武裝人員掏到了一樁建築裡頭 然後他們就開始強戰 然後呼喚坦克 把這種建築炸毀 然後五人機什麼的 這個確定了他們的位置等等 最後呢 就過一段時間 就是戰鬥結束之後 那士兵 一般的士兵進入這個建築 有一個士兵突然發現 說這個死者中 三名死者中呢 有一人特別像辛瓦爾 然後向他的長官報告 引起長官重視 然後就引來一系列的 你叫確認啊 DNA啊等等 最後確診是辛瓦爾被打死 辛瓦爾呢 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 就加入了哈馬斯 曾經在以色列坐牢 也是超過了20年 他在監獄中學習了西伯來語 非常的熟悉以色列的社會 他早年的經歷 您還有什麼樣的了解呢 辛瓦爾是這樣 他1962年出生的嘛 他在加沙地帶上的大學 大學畢業以後啊 其實在哈馬斯成立之前 他實際上就是一名 這個著名的反抗分子 他曾經就是由他主導 或者說他發起 他至少是發起人之一 成立了一個 就是這個反抗以色列的 這樣做安全的網絡 實際上後來哈馬斯成立之後啊 他這個安全網絡就納入到 哈馬斯的整個這個情報啊什麼的 這個系統之中 所以現在有人講呢 辛瓦爾是哈馬斯的情報機構的創始人 從這個意義上講 因為他實際上加入哈馬斯以後 就哈馬斯成立以後 加入哈馬斯以後 他就是哈馬斯的情報機構啊 就是包括內部出監啊 他負責這個方面的工作 這是這樣一個經歷 他後來呢 他逐漸成長 但是很快 就是1988年 就是他就被抓捕了 被抓捕以後呢 以色列控訴他四項重罪 就是包括他殺死兩名以色列人和四名 就是他內部出監嘛 就是以色列的縣人 這樣 所以四項重罪的 每一項都被判武器徒刑 所以綜合之刑呢 就是他是眾生監禁 在以色列監獄的關了23年 那麼最終呢 他是在2011年 就是大家知道的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有一次 非常著名的交換 就哈馬斯呢 用他們扣押的一名以色列的士兵 最低階的這個士兵 好像是一名下士 然後換取了1028名 關押在監獄裡的巴勒斯坦人 特別是哈馬斯的這個人員 其中呢 就是辛瓦爾 這個裡面還有一些細節 據說當時 談判這個交換的時候啊 哈馬斯方面就堅持 一定要有辛瓦爾 就是辛瓦爾必須在名單裡頭 那這個以色列方面是不同意的 所以因為這個啊 糾結了很久 就是談判一直這個談不下來 最終呢 以色列還是這個 同意了哈馬斯這樣一個意見 所以辛瓦爾2011年 被交換出獄的返回袈裟 辛瓦爾其實他整個人生啊 挺富有傳奇的 用他自己的話講 就是他一輩子在監獄裡頭 你怎麼理解這個監獄呢 就是說在1988年他被抓捕之前 加沙是在以色列佔領之下 他沒有離開過加沙 那麼後來呢 被以色列抓捕以後 關進以色列的監獄 那麼2011年交換出來以後 他又回到加沙 加沙呢就是 後來不是被形容為 這個最大的露天監獄嗎 所以他一輩子在監獄裡 他是這樣形容自己 所以2011年回到加沙以後呢 他迅速地成長為 哈馬斯內部的重要的領袖之一 2017年當這個哈尼亞 被選為哈馬斯的最高領導人 就政治局的這個主席之後啊 哈尼亞之前是加沙地帶的 哈馬斯的領導人 哈尼亞擔任了那個 哈馬斯政治局主席之後啊 哈尼亞就離開加沙了 就到境外去了 你就後來在卡塔爾 所以這個 這個新瓦爾呢 作為哈尼亞的這個接班人 就是加沙地帶的 哈馬斯的領導人 2017年他正式成為 這樣的領導人 那麼在今年7月31號 那我們都知道 哈尼亞在德黑蘭遇襲身亡之後 8月6日 他又被哈馬斯任命為 最高領導人 就是政治局主席 這麼樣一個角色 您提到他是在出於6年以後 新瓦爾呢在2017年成為了 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領導人 在哈馬斯眾多的派系中啊 他也是屬於激進派的 他在哈馬斯當中 是屬於什麼樣的地位呢 他對哈馬斯產生了 什麼樣的影響 他的影響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貫揣他一生 我剛才講了 哈馬斯的重要機構啊 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 就是他情報和初歼這個機構 那新瓦爾是可以說創始人吧 或者說至少是創始人之一 這樣後來在監獄裡頭 他又是領導了監獄裡的 哈馬斯整個這個抵抗運動 所以一個是在監獄裡 他形成了很高的威望 在一個其實監獄裡那些育友 後來出獄以後 特別是交換回來這幫人 往往都成了哈馬斯的骨幹 就是中堅力量這樣的 那麼17年 就是他回來以後 其實在加沙地帶 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7年呢 他成為加沙地帶的 哈馬斯領導人 而且進入了哈馬斯的政治局 就是進入了核心決策層 那這樣一個 以至於最終結任了 這個最高領導人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就在一年來 就是從去年10月7號以後 其實哈馬斯整個形勢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那哈馬斯呢 實際上他的真正的這個核心 就是權力中樞啊 實際上就是在加沙了 就不是說 雖然哈尼亞名義上是最高領導人 但是哈尼亞並不自身於巴斯坦內部 並不自身於加沙 而一年的這個衝突啊 其實加沙已經成為風暴的中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實際上就是事實上的 哈馬斯的決策人了 那特別是8月6號 他接任了哈尼亞之後 那就是更是一個 哈馬斯的最高領導了 很多分析都說 辛瓦爾就是策劃了 去年10月7號 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 阿克薩洪水行動的人 您認為他為什麼會折付這麼多年 才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呢 他是這樣 現在其實也不能說是 辛瓦爾就是10月7號的這個 發起者啊 就是他 他其實他那個 發起這麼大的一個行動啊 他肯定是一幫人在策劃的 並不是說 當然現在以色列歸咎 他是罪魁禍首嘛 這樣的 你也可以這樣講 因為他作為加沙地帶的 最高領導 他這樣 我認為去年10月7號的 這樣發起 這樣一個所謂阿克薩洪水 這樣一個行動啊 他是經過長期的謀劃的 我覺得至少是兩三年前 他是謀劃的 我們看到啊 就是在去年10月7號 哈馬斯發動這個阿克薩洪水之前 上一次 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大規模衝突 是在2021年 2021年那場衝突之後啊 哈馬斯就折服下來了 而且處處示弱 給以色列造成了很多的假象 就是哈馬斯被打怕了 所以根深蒂固的 你看去年10月7號 他猝不及防 以色列措手不及 就是因為2021年那場衝突之後啊 哈馬斯整個就 一下子整個表現就是 好像就是被打服了 害怕了 所以以色列內部呢 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共識 就哈馬斯害怕戰爭 哈馬斯害怕再向2021年那樣的 遭受重大的打擊 所以其實他們也放低了戒備 而且特別是加沙地帶 它那個隔離牆啊什麼的 這個以色列認為固若驚湯 再加上這個哈馬斯的表現 那特別是在2022年 包括23年 哈馬斯做出了一系列迷惑的動作 就包括那個新華人領導下哈馬斯和以色列 經過節奏 就是表示這個 你要讓這個加沙地帶的民眾啊 生活要有改善 生活要有改善 他們才不去鬧啊 不去那個 不去挑起事端 不去跟你那個什麼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以色列還逐漸地放鬆了 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 進入以色列打工的這樣一條通道 就是打工的人數 可能在去年10月7號之前 打工人數可能最多的 能達到一萬多兩萬人 就是巴勒斯坦人進入 以色列境內打工 那事後證明 好像這些進入以色列打工的這些 實際上把以色列南部 那個情況啊 就是這個怎麼說呢 就磨得差不多了 後來阿克薩洪水的時候 以色列繳獲的一些 購置的草圖啊 地圖啊什麼的 好多他們都認為是 經過那兩年潛伏啊 他們逐漸繪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造成的去年阿克薩洪水 那麼重大的那個 這個前所未有的 那樣一種行動 感谢您的分析 下節新聞今日談 繼續帶您關注 以總理和美總統通電話 拜登表示 希望能夠盡快結束戰爭 相關話題 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今日談 歡迎回來 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被以色列打死後 美國總統拜登17號發表聲明稱 以色列當局已經告知了美方相關行動 這一天對以色列 美國和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好日子 接下來 美國和以色列將會商討 如何爭取人質或是 並最終結束加沙戰爭 美國總統拜登17號發表聲明證實 當天上午 以色列當局已經告知白宮國安團隊 他們在加沙執行的任務 可能擊斃了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DNA測試已經證實辛瓦爾的死亡 拜登對以色列表示祝贺 並形容這一天對以色列的意義 類似於2011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 下令擊斃前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 拜登還表示 他將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討論 如何確保人質或是 並結束加沙戰爭 拜登認為 在哈馬斯不再掌權之後 加沙迎來了達成政治解決方案的機會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 當天在陪同拜登前往德國訪問的空軍一號上 向記者表示 接下來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 將會商討下一步行動 拜登稱以色列完全有權消滅哈馬斯的領導層和軍事結構 使哈馬斯不再有能力發動10月7日一樣規模的襲擊 而對於中東戰火持續蔓延 以色列與伊朗報復行動不斷升級 拜登政府表示 正在就此與以色列進行溝通 我們知道 辛瓦爾是在今年的8月份 接任了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 現在他身亡了 對於哈馬斯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對於以軍來說 是否達成了消滅哈馬斯的任務 這樣辛瓦爾被打死 對於哈馬斯來講非常沉重的一擊 今年7月31號 就是他的前任的 這個哈馬斯最高領導人哈尼亞 在德黑蘭遇犧亡之後 對哈馬斯是一個沉重打擊 我們當時也分析過 但是辛瓦爾的死 那比那個哈尼亞 那要對哈馬斯的重要性 要大得多得多 因為其實一年多來 那就包括發動阿克薩洪水 以及阿克薩洪水一年多來 真正的哈馬斯的靈魂人物是辛瓦爾 而並不是7月31號 這個遇害死亡的這個哈尼亞 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靈魂人物 現在被打死了 而且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這個時刻就是 哈馬斯在加沙地帶已經堅持了一年多了 而且被非常重大的削弱 這麼樣一個情況下 辛瓦爾卻被打死了 這個對哈馬斯的打擊非同小可 我認為接下來我們看哈馬斯如何的反應 這是一個方面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呢 是不是辛瓦爾的死 哈馬斯就此就崩潰了 或者說以色列就此就勝利了 遠遠不是 因為其實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消滅哈馬斯的領導人 包括消滅珍珠黨的領導人 就能打敗哈馬斯 或者就能打敗珍珠黨 這是不成立的 那這多少年的事實 都擺在這個地方 包括辛瓦爾在內 哈馬斯的四任領導人 都被以色列打掉了 那麼第一代就是那個創始人亞星 亞星的接班人蘭提斯 後來哈尼亞 現在辛瓦爾 當然下一個誰來出面 當哈馬斯的新的領導人 那肯定會立即成為 以色列頭號攻擊的目標 這毫無疑問的 也有可能還要被打死 這樣子 但是這些領導人的死 是不是這個組織就崩潰了 我認為不是這樣 那它這個組織啊 一個呢就是我們過去講過的 因為它是在非常嚴峻的 這種環境中出現和成長起來的 所以它內部有一套非常嚴密的那個 就替代領導人的更代啊什麼的 這樣一種機制 它新的領導人很快會付出台面 這毫無疑問的 當然誰來接班 那對它下一步的影響 可能有微妙的不同 但是說消滅了這個辛瓦爾 或者消滅了它任何的領導人 這個組織就崩潰了瓦解了 我覺得這是不成立的 那麼您分析辛瓦爾的繼任者 有可能會是誰呢 隨著哈馬斯領導層的更迭 你覺得這一輪巴以衝突會結束嗎 以色列的下一步又會如何行動呢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誰來接任辛瓦爾呢 我覺得現在一般的有很多的猜測 大概可能就是這麼三種人 或者三個人為代表的 三類人來接替 那麼一個呢就是辛瓦爾的一個兄弟 那他叫穆罕默德辛瓦爾 你們從名字上來看啊 他跟辛瓦爾的 他是有親緣關係的 或者就是他的親兄弟 或者叫蘇波兄弟 就這樣 穆罕默德辛瓦爾呢 實際上長期追隨辛瓦爾 而且呢 據於認為他是加沙地帶隧道的 這個建造啊什麼的領導啊 都是在他手裡 這麼樣 如果他來接任的話呢 那毫無疑問 這顯示了就是仍然是 辛瓦爾這樣一條路線 或者說類似辛瓦爾 如此的 就是外界認為辛瓦爾是強硬的 這樣 還有一類 以誰為代表呢 一個叫哈亞的 哈亞這個人呢 是政治局委員 就是哈馬斯的政治局委員 他是自身於境外的 就像那個哈尼亞一樣 他實際上是哈尼亞的助手 在這一年多就是哈馬斯和 以色列就是這個 關於人質交換這個談判中 哈亞呢是首席的談判代表 他經常在媒體上曝光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 如果是哈亞接任 或者是類似哈亞的人來接任的話呢 他可能代表的就像哈尼亞一樣 那樣一種路線 外界認為哈尼亞可能代表著 比較文和的一派 辛瓦爾代表著比較強硬的一派 這是一個可能的接班人 或者說是一個代表一類吧 還有一個呢就是麥斯阿勒 麥斯阿勒呢其實是哈尼亞之前的 哈馬斯政治局主席 第三任的哈馬斯主席 後來2017年被哈尼亞取代 另外這個人呢 據認為在哈馬斯內部呢 他們認為是犯了點錯誤 怎麼叫犯錯誤 因為在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村的時候 他是支持阿拉伯之村 支持你比如說推翻阿薩德啊什麼的這個 所以站錯隊了 就是好像和這個伊朗啊 鄭州黨這些不對夫 是這麼樣一個 如果他出任呢 我認為可能過渡性質更強一點 就是因為他是個老資格的 他也是第一代的領導人 創始人哈馬斯創始人之一 那麼他就出來主持一下違局 什麼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可能存在這麼三個方面 當然不管怎麼說 那哈馬斯繼續抵抗下去啊 我認為這是大概率的 當然他們如果不同的領導人來接任 可能存在著不同的策略 你比如說哈尼亞可能偏重於這個談判妥協 就是新瓦爾偏重於強硬的態度 迫使這個談判有利於 協議有利於他這樣一個 當然也可能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哈馬斯 就是說雖然他任命了新的領導人 但他不宣布 因為大家都知道誰被宣布為這個最高領導人 那很快會成為這個以色列頭號的攻擊的目標 關注到法塔赫是緊急召開了會議商討局勢的發展 有分析認為新瓦爾的身亡也代表著哈馬斯的實力被大大削弱了 您認為這對於巴勒斯坦內部派別的和解 還有加沙地帶後續的管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很複雜的 剛才小篇裡也講了大家也看到了 這個消息以色列第一時間傳給美國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還有什麼布林肯還有薩利文什麼的 他們正在空軍一號專機上 幹嘛呢在飛向德國去參加那個那邊的會議 這麼樣一個 那麼緊接著呢就是落了地以後 拜登和內坦尼亞胡通了電話 據說是很短暫的電話 短暫電話呢就是剛才講的 拜登呢向內坦尼亞胡表示祝賀 然後呢說兩位領導人同意就是新瓦爾的死 為結束這個戰爭啊這個創造條件 我覺得其實啊關於結束戰爭這個 拜登心裡想的和內坦尼亞胡心裡想的 它不是一回事 拜登想的是什麼呢 新瓦爾的死可能為談判人質交換最終走向停火 創造了條件 美國人認為新瓦爾是強硬派 它阻擋著談判 但是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認為 新瓦爾的死它同意世界 它認為這是結束這個戰爭的開端 就是哈馬斯要崩潰了 或者它要消滅哈馬斯了 它能完成這個目標了 它想的是這個 其實它兩個雖然說同意 這可能是有利於結束戰爭 但是兩人內心想的是不一樣的 隨著事後的發展 這兩人的分歧很快就會表現出來 所以我認為啊 就說新瓦爾的死 你說從此就迎來如何如何的轉變 這個也不成立的 再一個就是關於巴勒塞內部 法塔赫赫 哈馬斯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認為新瓦爾的在世和死亡 對他們內部的和解 它影響並不是絕對的 並不大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內部和解 它是一個大的趨勢 特別是經過一年多來 哈馬斯已經被嚴重的削弱了 所以前不久 大概一週多前 哈馬斯代表和 法塔赫代表在開羅這個商討 而且達成了一個初步的協議 那個協議是幹嘛呢 就在現在這樣的局面下 雙方共同來管理或者部署 現在加沙這個應對 加沙現在這樣的局面 包括人道主義救助的這個風發 管理這個一些進入的口 這個口案等等 好的 今天感謝李先生精彩的解讀與分析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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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新月下期的視頻 今天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會請你 感谢观看